现代人的都市化生活 拥挤的人口 污染的空气 脚步越来越复杂跟紧张 许多人开始盼望 能够反普归真 回到乡间 过个单纯快乐的生活 台中市庆河建设总经理张朝凡 几年前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 找到南投县民间乡松柏岭附近的一块生活美地 九千多坪宽阔的土地当中 规划了十一个单位 二十一户的度假村 张朝凡经常带着一群亲朋好友 来到这里办欢乐聚会 有的人全家大大小小一起来露营 除了享受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之外 还可以即兴来演奏一曲浪漫的乐章 好棒啊这里这个空气又好 这个清净的环境 然后没有杂音 所以在这边吹比在市区里面吹好几百倍 太棒了 还蛮好玩的 有很多绿地 然后还有池塘 看蛮自然的 来这边很棒 就是很多青草地 然后带家人小朋友来这边玩都很不错 张朝凡总经理说 生活美地海拔大约五百公尺左右 所以夏天十分凉爽 冬天也不会太冷 来到这里的每户人家 可以盖个造型独特 漂亮的度假木屋 漫步在草地跟池塘周遭 享受宁静又优质的休闲时光 生活美地还有一个羽毛球场 篮球场 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加上锤球场 可以让人在这里疏松筋骨 运动强身 很快乐 很快乐 怎么说了 很放松的感觉 很快乐 很轻松 生活美地度假村 附近还有很多风景区 可以让人去走走 可以说是动静两相宜 到了晚上 也可以来个丰盛的星光大餐 在凉爽的夜风当中 感受高雅浪漫的美好时光 这里气氛很好 很舒服 哦很棒 灯光美气氛家 我总感觉相当好 很浪漫了 不要以为买地盖别墅要花大钱 其实生活美地不仅地点好 交通便利 土地价格 房屋造价都相当合理 而且可以客制化规划 建造自己喜欢的居住环境 打造梦幻的人间乐图 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 一般像我们这种田野的 都是用那个 用山林地 唯有我们这里 适用真正的农地 我们这边有寿天工 还有那个宋伯林高 护球场 还有佛探井 还有那个什么 那叫韦乐山丘嘛 然后乐团离这边也很近 稀头也很近啊 外面现在一般大概做一个 虫化工程都要进两万块了 我们价格的优势是 其实是我们很回馈社会 做这个价位就是 以卖农地的价位 但是我们给人家的是一个 可以直接入住的一个社区 每个人都想享受蓝天白云 花好夜圆 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 让生命越来越美好 似乎来到了南投民间的生活美地 就可以用更缓慢的优雅态度生活 天天度假 天天幸福健康又开心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南投报道 山东南投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